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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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向上帝祷告真切地祷告认罪的时候 是发自内心的有感恩感谢 发自内心有感恩感谢的时候一定是有泪水的 而我们来到主面前都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们的祖宗分明有很多人辱骂耶稣 骂耶稣了 我们找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而我们却意识不到自己的罪 甚至想不到自己的自己都犯了什么样的罪呀 所以我们要求上帝饶恕我们 我们骂了上帝 我们的祖宗骂了上帝 这一切的罪恶挡住了我们 挡住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悔改 为的是求饶恕我 神明记七章十节 恨上帝的人一定是死亡啊 我遇到困难 很多事情不顺利不解决的时候 赶紧省察自己 哎呀 分明是我犯罪得罪了上帝 分明是我的祖宗犯罪得罪了上帝 我要求上帝饶恕我呀 为什么很多人年老的时候 身患中风 身患老年痴呆症甚至癫狂了 我们祖宗犯了什么样的罪行 我这辈子犯了什么样的罪行 上帝会如实的意义展现在我眼前的 十篇五十篇二十一节呀 不愿意来到教会的时候 甚至不愿意领受这福音 妨碍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不愿意认罪悔改的 那都是属魔鬼的呀 魔鬼妨碍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属败坏的人 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下周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走向得救的道路啊 那我们每个人省察一下自己 我到底是走向得救的路呢 还是走向败坏的路呢 上帝的话语 我听着扎心 我听着刺痛的时候 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恶 求上帝饶恕我 我内心听 我内心总是在排斥上帝的话语 甚至不爱听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我心里邪恶是属魔鬼呀 有些人说 儿女遇到困难了 儿女的事业失败了 儿媳跑了 那做父母的分明是因为 没有爱人如己 没有遵守诫命 导致儿女一塌糊涂 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我们说是信耶稣 耶稣是爱呀 而我为什么不爱别人呢 我为什么没有靠着耶稣的爱 去爱身边的灵魂呢 光嘴上说信 光嘴上说爱 却不爱人如己 不真实地为身边的人祷告 自己却意识不到自己的罪过吧 格林德后书四章三节到四节 我们每个人省察一下自己吧 格林德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一二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阿们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啊 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的罪恶得到赦免 使我能得救赎 这么好的福音 谁在妨碍 谁在不领受啊 分明是属魔鬼的 魔鬼妨碍福音 魔鬼不领受这福音啊 我妨碍福音的时候 赶紧意识到 哎呀我是属魔鬼了呀 那我身边的人 不愿意领受这福音 为他祷告吧 怜悯那个灵魂 为那个灵魂祷告吧 我们的社会 现在遇到这样的遭遇了 而我们还不醒悟吗 教会讲到 如果光为了讨人的欢心 那就是异端的假的讲道了 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 上帝的话语 智慧的言语 像稳定的钉子是钉在我们的内心 稳扎在我们的内心啊 我们醒悟过来吧 我们的目标是要灵魂得救赎 所以在现在我们也要回改 现在也要向上帝认罪回改 这一天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 每个凌晨上帝是帮助我的 十篇四十六篇五节 我们找一下 约安医书二章 九节十节十一节 约安医书二章 九节十节十一节 我的心灵平安才是与主同行的呀 我分明是因为离开了信心 我的内心才不平安的 提摩带前书六章十节呀 信心是平安的 而我内心总是惦记着世俗的事情 总是有担心忧愁的话 那分明是离开了信心呀 提摩带前书六章十节 我有担心忧愁的时候 并没有属于信心 分明是离开了信心呀 我们要靠信心生活 因信使我们得救赎啊 只要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惑 眼前的困惑都能变成答案 都能变成祝福啊 圆安一书二章九节 我来读一下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光明 这世上只有基督耶稣是光明 圆安福音八章十二节 只有耶稣基督是光明啊 上帝创造这世界的时候 先创造了这光啊 创世纪一章三节 上帝说要有光 结果就有了光 是上帝的言语 上帝的话语创造了这光啊 圆安福音一章一节 上帝的话语就是光 上帝就是这光啊 那耶稣就是这世界的光啊 圆安福音八章十二节 我内心有耶稣居住 这才是信心呀 那么我内心有耶稣了 这才是活在光明中啊 那么圆安一书二章九节 我来读一下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据说韩国的教派都分成了四百多个党派了 我也是听说而已 为什么会有教派呢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教派 不同的党派呢 正是因为恨别人 有纷争有奇异 很多人随便定罪 很多人随便批评 随便论断 我们毁谤别人 毁谤别人就已经犯罪了 这上帝的话语全是爱 光明是光明 上帝的话语全是爱 而且是光明的 是责备我们的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而我们为什么不爱听上帝的话语呢 我们真心的活在光明里 我们爱人如己 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 爱人如己的话 上帝赐福于我们 赐福于我们的子孙千代 出埃及三十四章七节 而很多人说是信耶稣 却毁谤他人 辱骂他人 这并不是信仰啊 大家知道 在基州岛有一个山洞 山洞里 有一丝光 有光的地方 具有生命 我们活在光明里的人 要有主耶稣基督的爱 而我们为什么反而害别人呢 很多人以为我来到教会了 是活在光明里了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种下的罪恶也很多 行恶作恶的也很多 而我们却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恶 也不认识要悔改 甚至也不饶恕 而我们心里为什么一丝感觉都没有 一滴泪水都没有呢 我们教会并不是要聚集人数啊 为了聚集人数的话 我彪牧师就讲好听的话讨人的欢心了 我的灵魂要得救 我们要去天国啊 我们的家人要得救 而且要真心的爱身边的人 我们要真心的爱人如己啊 真心的志愿大家领受着祝福啊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的时节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 我们心里有无愧的良心吗 我们总是跌倒 是因为我没有活在光明里啊 为什么很多人攒了很多的钱 这钱自己不享受 全花费在医院 而且最终很是遭罪 并躺在床上呢 我们为什么藐视轻视上帝的话语呢 上帝是帮助我的 而我们却很藐视上帝的话语 耶稣拯选了十二个门徒啊 在那么多人跟随中 在那么多跟随者中 耶稣只留了十二个门徒啊 第十一节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原来是三章十五节 我们恨一个人就已经犯了杀人罪 是凶杀罪 我杀人了就已经犯罪了 因罪恶是要受死的 有些人说 哎呀 怎么突然遇到事故 就死亡了呢 我们的祖宗恨别人犯凶杀罪 我们自己平时恨别人犯凶杀罪 那罪恶是有代价的 罪恶的代价就是死亡 也有灾纳和咒诅啊 我们人心里都有这邪恶的心 我们心里都有这凶杀罪 所以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投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心里的罪恶呀 真气地祝愿大家活在光明中 脱离一切的黑暗吧 我们要帮到身边的人 我活在光明 我活在光明中 我才能有好行为照亮身边的人 我活在光明中 才能照亮身边的人啊 上帝的话语 我为什么不愿意领受呢 活在光明里 是爱人如己呀 而黑暗 在黑暗里的人 是恨别人的 那很不好意思 在家庭里 夫妻之间 是不是恨别人特别严重啊 自家人都不相爱 那就是在黑暗里了 并没有活在光明里啊 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 拜子都会被跑出去的 麦子收在仓里 教会是要收麦子啊 我们警醒过来吧 我们警醒过来吧 第十一节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 在黑暗里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 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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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总是 模棱两可 我们真切的悔改 内心要明亮啊 内心要无愧啊 毫无惧怕 这才是活在光明里啊 我们内心邪恶属魔鬼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抱怨 爱背地里议论 甚至给自己找借口 找理由啊 我们毁谤他人就已经犯罪了 随便定罪别人 随便辱骂别人 那都是犯罪 罗马书一章 大家可以好好读一下 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这真的是特别可怜呢 很多人这辈子 好像很 很勤奋 很辛苦 但是 就在原地里打转 在原地里打圈 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如果牧师是眼瞎的 我总是在抱怨 骂别人 辱骂别人 背地里议论 定罪别人 甚至随便定罪别人是一端 这都是属于黑暗 在黑暗里 在黑暗里跌倒了 也不知道自己是跌倒了 什么都意识不到 真言四章十九节 恶人 遇到困难了 也不醒悟的 恶人始终不明白 不醒悟的 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信徒 总是恨别人 所以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而这时候这个信徒就 总是躲着我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心思 骗不了上帝的 上帝一一查看 什么都知道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节 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是非常庞大的 是爱 如果我们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那这一些都是可怕的 我们悔改吧 我们悔改 要走向得救的道路啊 什么是信心呢 上帝的话语是爱 这上帝的话语就是光明 光明是爱啊 爱是有光的 我们有了上帝的爱 就能爱身边的灵魂 遵守诫命 就是光啊 因为爱人如己 是光啊 所以我们要遵守诫命 上帝的诫命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一心一爱上帝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啊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集 我有爱人如己吗 我有没有爱身边的灵魂呢 身患重病的 身患疾病的 分明是恨别人 首先自己恨 恨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 自己恨自己 自己却不承认 意识不到 甚至说 恨妻子 我们总觉得 因为对方不好 所以我恨他是理所应该的 恨别人 就已经是凶杀罪 而且夫妻恨对付 夫妻相恨的话 就相当于恨自己了 你负责是五章二十八戒 恨妻子的 就相当于恨自己啊 为什么很多教会成了假的教会呢 为的是推崇自己的名声啊 我们要属于基督啊 我们要做基督的知己 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 活在光明里啊 光明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因为光明就是爱 光明是爱人如己 爱灵魂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而当今很多人说信耶稣 但是有没有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呢 我们诚实的做工 诚实的工作 而我们呢 总是给自己找借口 找理由啊 甚至很多 很多信耶稣的人为了求自己的利益 总是在给自己找理由 找借口 导致很多人都不喜欢信耶稣的人了 真实信耶稣的人是光明 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照亮身边的人啊 我们所有的人悔改吧 悔改 活在光明里吧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光明啊 我们要活在光明 要成功啊 我属于黑暗的时候 就不知道往哪里去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为什么要活在邪恶里 活在黑暗里呢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脱离一切的邪恶 说我活在光明中啊 在光明里 不会跌倒 而且不会使身边的人跌倒 也能帮到身边的人 这才是真实的信仰啊 而韩国的教会这么多 韩国的信徒这么多 真实的教会有多少个 真实的信徒有多少呢 我们要爱灵魂 爱人如己啊 我们要爱灵魂 爱人如己啊 那真的是太可怜了 那真的是太可怜了 遇到困难了 遭受灾难咒诅了 也不行哦 那真是太可怜了 属于邪恶 属魔鬼的时候 就自高自大 很傲慢 在黑暗里 恨别人 毁谤别人 辱骂别人 甚至去假的教会 牧师成了假牧师 就带着信徒 都要去地狱了 马太福音15章14节 那么我们在黑暗里 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跟着假牧师走 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跟着假牧师啊 这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们要活在光明里啊 我们信 我们说信耶稣 信 信就是要活在光明里啊 我们找一下 约翁彬八章十二集 我们的家庭现在一塌糊涂 儿女遇到困难了 事业不顺利 工作不顺利 这都是借口 这都是找理由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我恨别人 属于黑暗 我甚至是属于邪恶的 自己却不明白 我属于恶人的时候 就不明白 不醒悟啊 上帝的话 又很明确的教导我们这一切了 如果牧师是假牧师的话 带着信徒都要去地狱了 而我们为什么还不醒悟呢 基督的奥秘使我的眼睛睁开啊 靠着基督的保险向上帝认罪悔改 这四阶段悔改 使我的眼睛睁开 如果我属牧师是假牧师 大家千万不要待在这里全走吧 全离开吧 为什么当今很多教会不教导这四阶段悔改呢 眼睛得到医治 耳朵得到耳朵能听得见了 讲牧师就被暴露出来了 格鲁西说二章八节 不跟随基督的 那都是鲁了灵魂的假的讲道啊 我们要醒悟过来 顺从上帝的话语才是光明啊 原音书二章一到六节 原福音八章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阿们 有些人讲话说 哎呀 朴牧师这么说 我朴牧师代表不了上帝 我朴牧师 我朴牧师不是上帝 我朴牧师讲的是凭句圣经的话语啊 我朴牧师也是跟随上帝的话语 遵守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活在光明中就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我活在邪恶里 我活在黑暗里就害身边的人了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活在光明中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活在光明里才能做爱国者呀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心思 上帝全都知道 一一查看 十篇一百三十九篇 大家可以读一下 我们为什么不懂得感谢上帝呢 四阶段回改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感恩感谢 感恩感谢是有奇迹发生的 面对上帝的话语都是爱门 是顺从的 我们的行为 上帝全都在查看 而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为什么不呼喊阿门呢 我们清醒过来吧 真切的祝愿大家领受祝福啊 很多人说我们国家现在很黑暗 那么我们信耶稣的人 要有这个亮光照亮身边的人呀 信耶稣就是要活在光明 耶稣就是光明了 我现在非常的苦恼很困 我现在很苦恼很困惑 分明是因为我恨别人 属于黑暗里了 马太分十五章十四节 我们悔改吧 无论怎样我们悔改 只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就四阶段悔改吧 我们真切的认罪悔改吧 我们呼喊主啊 向上帝认罪悔改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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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都是我们错了 一直以来是我们 没有听上帝的话语 甚至否认了上帝的话语 一直以来 我活在邪恶里 我活在黑暗里 不认识什么是对的 不认识上帝的公义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啊 求上帝帮助我 使我的眼睛睁开 使我的耳朵听得见 使我活在光明里 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使我不再属于邪恶 使我不再走向败坏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使我不再妨碍福音 是不认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